说起来 今年最不平静的一部剧 就是近日才刚开机不久的 武动乾坤了 此前传出张天爱 抢走了金城角色仪式 闹出了一场联欢戏 金城首次张天爱 巨组力挺张天爱 张天爱经纪人在首次金城 这么热闹的戏码 本老简直看不过来 不过不管怎么说 武动乾坤这部剧的卡斯颜值 倒还是很值得赞赏 无力绵绵单纲男主 更是让广大迷妹们 陷入了深深的期待中 不过 这日却有爆料称 杨阳一进剧组 就连用了三天替身 据穿 此前在拍摄微微一笑 狠青城时也用过替身 11月25号凌晨 武动乾坤剧组 更是对传的 沸沸杨阳的 咪咪替身传闻进行了回应 等杨阳自进组以来 所有戏份均亲自上阵 张力导演对演员要求很高 而杨阳对自身要求也很严格 接下来会陆续放出剧照 和花絮视频以正式听 如此有底气的力挺 看来咪咪连用三天替身的传闻 大概是略有夸张 本老认为能够被称得上演员的 就该亲自上阵 只有所谓的大明星 才会想要找替身呢 芒果老师问 相信杨咪咪 绝对是一个敬业的好演员 好的